臺灣社會 今天是臺灣警察專輯的教訓 我很榮幸能夠來主持這場正會 警專是全國警察基層價值的搖籃 臺灣要有優勢的警察 教訓 與海警人員來保護我們 需要靠警專的教育 這段時間以來 臺灣社會也看到了警察的能力 和破案的能力 包括我們在警方 陸續在很短的時間內 增播了了解的報答案 以及一名道理案等社會體務的案件 每一次警察完成任務 都會讓我們更安心一點 近時代的警察任務 工作和工作的方式都在體驗 但是永遠不必支持他 對你的美女的愛心 我希望各位在未來的工作朋友上 都能夠共同守堡 一堡行政 但是也千萬不要忘記 只堡要擁作比例原則 也能夠將心體心 重視民眾的感受 當然 我也期待 比他成員的辛苦 在情侶不及的困難下 情侶的情形是廢業勞心勞力 有很多的援助 職場面對過牢 心工 傷病等問題 同時在執行 情侶中要面對的危險 從來都沒有經過 前一陣子 原理執行的時候 因為運行裝備執行 遭到改行的砍殺 這樣的事情 我非常在意 未來 政府會將同仁肆安全 略為重要 對於出現同仁所需要的心情裝備 請政府以兵朝輕量 使用安全的目標 來規劃與營運 不僅要提升大象的食品的效率 更需要保障警察 執法的安全 政府也會將會推動三項改變 包括補充警務員和文書工作確定化 以及維護有尊嚴的執法環境 在這裡 除了要感激情裝 為國家成立有財的貢獻 我也希望補充的教學 能夠掌握社會的動漫 提供更多的教育內容 提起同學們 在校認真學習 未來成立情務 能夠發揮專業 確實保護臺灣特色的安全 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夠做到 也會做到更好 最後 祝我們景端七十一歲生日快樂 教育成容 謝謝大家 ograf小影片 提供